除夕夜本该是一家团圆 和乐融融的日子 不过蓝衣男却站在邻居家门前 不停大声咆哮 甚至飙骂不雅自演 但这还没完 只见另一名男子 同样也在被害人住家前 不断徘徊出言恐吓 甚至用手指的对方 说要放火烧他全家 他就在我们家前面这样子 很明确的指着我们家 用手指着我们家 然后就是非常的嚣张 我觉得还蛮恐怖的 很害怕 几十年的邻居撕破脸 全是为了停车纠纷 新北市新庄一名投诉人指控 邻居把巷弄当成自家地盘 又是逆向又是并排 多次沟通没有结果 还反遭对方出言谩骂 他气得一状告上法院 没想到 放火烧我家的 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处分 来我们家也是三字经 对着我们全家这样骂的 这个是一颗八斤两千元 而没有任何的精神 或形式上的赔偿 直呼实在无法接受 因为明明监视器 就有清楚录下影像 和对话内容 但检察官却语 告诉人声称 和对方不认识 当时被告戴着蓝牙耳机 是在讲电话 没有针对邻居恐吓 因此做不起诉处分 好像是激怒我小弟 我小弟他那个人 就是好像有点急性子 难及的 细节上我不太知道 停车问题 原以为能透过司法 讨回公道 但却连一句道歉 都没听到 如今投诉人 只能选择要搬离 住了四十年的家 换取宁静生活 新北采访报导